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八章资产减值 考情分析,那这一章涉及内容是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一些资产组 还有资产组组合确认计量的问题 属于比较重要的当局 近三年的主要考点 一个是资产减值相关规定 第二个,至少应于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 第三,可以通过损益转回的资产减值准备 我们学习这一章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个商誉还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每年年度终了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当然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也要求每年年度终了要进行减值测试 就主要考虑他们的不确定性 第二,资产组的概念及其确定 第三,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第四,总部资产减值测试的步骤 第五,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等 今年的教材基本没有变化 第八章,一共是有五节内容 第一节资产减值概述 第二节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第三节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与计量 第四节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 第五节商誉减值测试与处理 先看第一节资产减值概述 在这一节里面要介绍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资产减值的范围 并不是所有资产的减值 都在资产减值减则里规范 你比如说存货的减值 是在存货减则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之到期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之到期投资 减值在哪儿 那是在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减则 是金融资产的一张 贷款应收款项也是金融资产的一张 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资产减值的迹象与测试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资产减值的范围 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资产 减值不减值是与可收回金额来进行比较 不是说所有资产减值不减值 都和可收回金额比较 你想一想存货 当时跟什么比 可变现净值 贷款应收款项理论上 是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持有之到期投资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 但是资产减值准则这一张规范的资产 减值都是与可收回金额来比较 如果说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了 那就是减值 那资产减值准则里面规范的减值的资产 包括单项资产 还包括资产组 当然也涉及资产组合 说资产组或者资产组合 最终还是要确定的组合里面的单项资产的减值 那单项资产都包括什么 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在这里面规范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在这规范 也说过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根本就没有减值的事情 固定资产减值在这里面 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在这 那对于生物资产有生产性的消耗性的公益性 消耗性的属于存户 那公益性的你就不要提减值了 有的公益性的生物资产 比如什么千年的古术 你对它提减值合适吗 无形资产在这里面 商与也在这 然后是探宁石油天然气矿权 矿区权益和景性相关设施 这个了解一下也在这 这一张不设计的存货不是在存货准备 消耗性生物资产其实属于存货 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 那建造合同 单独有一个准备 一言所得税资产所得税那一框 融资资令中出租人未担保预值 租赁准备 金融资产那一部分是金融工具确实这两准备 考试一般不会考你说 哪些资产属于资产减值准备规判的 这个就太没劲了 我想我们就知道 资产减值这一章并不是涉及所有的资产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 资产减值的迹象测试 那首先呢我们看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 就是资产减值不减值 书上的文字论述比较多 我们应该是围绕着可收归金额的概念 去理解这一步 可收归金额说的是 公允价值减去主持份以后的进入 与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较高者 所以如果说有迹象看到 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或者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再下降 那就是简直迹象 那东西不值钱了 那东西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了 卖不出去了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了 或者这东西折现率提高了 我们清楚 如果折现率提高 算出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那会下降 那就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真正要出选择题 有没有简直迹象 你就围维绕着公允价值下降了 一看这些资产都变质了 卖不出去了 公允价值下降了 说生产产品不市销对路 以后各期的产量会下降 那也下降了 市场发生改变 折现率提高 也下降了 第二 资产减值的测试 前面也谈到过 可收归金额说的是 公允价值减据处置费用后金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这两个较高者 那如果说 这两项 其中有一项 要比资产的价值高 那你还简直在干什么 另一个你不要再估计了 没有意义了 本身可收归金额 选的是两者较高者 那下面 说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 资产可收归金额 显著高于其账率价值 之后又没有发生销出 这一差距交易或事项 你不用再算他的可收归金额了 明儿举个例子 有哪个单位 没啥事对自己的办公大楼 提简直上 很明显他的可收归金额 显著高于账率价值 你提的简直干什么 就包括一些存货 实际上也是一样 他要没有任何简直迹象 你不要对他简直测试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说搞这个银矿 这个银矿的银的价格在下降 每一颗四块多 现在变成三块多一点 但是呢 这个银矿 他生产的产品的毛利率达到80%多 就是成本很低 那你对他进行简直测试干什么 我对他进行简直测试 简直测试之后 没简直 如果以前报告期间计算以分析表明 资产可收归金额相对于某种迹象 简直迹象反应不敏感 不敏感的话呢 那也就不简直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 一个设备是国家给我们 不是用它生产产品 然后说了 如果说未来的市场率上升 那上升肯定用产品 未来的产品 把它折现 就生产产品的现金流把它折现 那肯定算出现实就少 那假如说 少的这一部分国家奖了 你放心 我会给你补上 在市场率上升 我们这一项的对简直反应就不敏感 没有简直 说是贼人责行率上升 但是政府说了 差那部分我给你补上 那就反应不敏感 不敏感你不用算它简直 说的这件事 在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这是考试经常说的 企业合并形成的商与 还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你无论是保存的简直迹象 至少每年年度中 要必须简直测试 商与是企业合并形成 被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会有这个问题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那也是一样的 无形资产 不确定因素太大 每期期末必须要进行简直测试 然后我们说上谈到说另外 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比较好的说法应该说尚未达到育林用途 可能会好一点 不管怎么讲 他考试要出尚未达到育林可使用状态 或者尚未达到育林用途都一样 而这些也应当至少每年进行简直测试 好看一下14年考试的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无论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简直迹象 均应至少于每年年末进行简直测试的有 就是你不管有没有简直迹象 每年年末要进行简直测试的有 A 对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没有这个问题 每年年末必须简直测试的 就是说这三个呗 商业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还有尚未达到育林用途的无形资产 B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专有技术 那这是专有技术无形资产 每年年度重量必须简直测试 C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商 商业非常特殊 每年年度重量必须简直测试 所以有的上市公司对你很烦 商业是整体一样 然后有就是简直测试没有测试的 简直为简直为简直 B 尚未达到育林科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 那这也是每年年度重量进行简直测试 所以BCD是正确的选项 第二节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在这一节要介绍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 第二个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背后的金额的估计 第三呢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估计 那下面我们分别的来看第一个 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 我们要知道可收回金额的概念 它是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背后的金额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两者较高者 那不是较低者 有的同学提出说为什么不是较低者呢 较低者更谨慎哦 那不是较低者的话算决策失误 比如说一项资产 我们现在把它卖掉了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背后 金额是一千万 用这项资产生产产品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折完了之后只有八百万 你怎么决策 你是卖还是实用 你是要一千万还是八百万 当然一千万了 我们选较高者 但是要是某一项资产 现在我们会计上如何进行入账 要出于谨慎 就是至少现在还需谨慎 但是谨慎性会计信息 这场要求目前也受到冲击 有人就提出了 老千余什么用 明明值那么多 你非得谨慎干什么用 这是后话 至少在我们的教材上 或者现在执行准则里面 还是体现了谨慎 比如说到租赁那一章 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资产 如何进行初始计量 那就是选较低者了 租赁资产工业价值 最低租赁付款额 限值较低者 然后在家收拾这些费用 因为那是对资产计价 所以那体现几个 那别烦了 有人说一会高了 一会低了 到底高还是低 这是一个决策的问题 那下面 咱们看一个多选题 关于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以后 A 可收回金额 应当根据资产的销售净价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那不是 我们不再提这个销售净价 而是用工允价值 那有的东西根本不是销售的 但是有工允 所以现在还是工允价值 一个矿山 用了弄了一些设备 那不是销售的 要不要开矿 那你这是工允价值 B 资产的工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如果无法可靠估计 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作为其可收费金额 那可收费金额刚刚刚说了 那两项较高者 那有一个没有 当然以另一个就作为可收费金额了 B是正确 C 可收费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工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这是可收费金额的概念 两者较高者一定不是较低者 B资产的工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账面价值 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不需要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这肯定没有问题吗 因为可收费金额说的是两者较高者 你有一个超过去了 就意味着可收费金额比 账面价值要高了 高了你还估计另一个干什么 没减值你还估计他干什么 所以BCD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就是可收费金额里面的两项 一项一项来说 那先看 就第二个大问题要介绍的 资产的工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 这一块呢 在考试时是直接给 他会给定资产公允价值 然后给定处置费用 那两者的差直接一算就可以了 那不用再过度去关注 第三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估计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资产 比如生产产品 产品会有现金流 那每一期会有净现金流量 然后呢 把它折现算限值 财现金流时会有各期的现金流入 也会有现金流出 每一期的现金流入减现金流出 那才属于什么净现金流量 每一期的净现金流量 按一定的折现率去折现 算出来的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所以看一下这图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怎么定的 是各期的净现金流 算出资产未来现金流 每一期的 在资产的使用 说明内按一定的折现率去折现 算出来 那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有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具体来看 一份说 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 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你使用这项资产生产产品 或者用这项资产组生产产品 产品卖掉了 当然会有现金流入 下面说 为实现现金流入 所必须的预计现金流出 有现金流入 当然会有现金流出 比如说你买材料生产产品 买材料有现金流出 生产产品过程中 要给职工等一些人员付薪酬 那是现金流出 还有一些其他的现金流出 生产产品会涉及了工费 再一项 这项资产使用说明结束了 那你把它处置时 也会有现金流 这个现金流一般的可能是 现金流 净现金流 也不排除 有净现金流出的问题 比如说 这项资产使用寿命协助时 我把它卖了 卖了一万块钱 发生清理费 又现金支出了两天 那净现金流入就八千 也不排除说 我把它给卖了 卖了两天 发生清理费 发生两千五 那就净现金流出五百倍 你处置些资产时 也不排除有净现金流出 反正给什么都用什么就完了 那请学生 把几年的论门啊 多余的给他卖了 卖给收货了 挺多 没卖多少钱 学生挺辛苦 请学生吃顿饭 最后一算账 吃饭花的钱 比卖书的钱还多 这不就净现金流出 用每一期的现金流入 简直现金流出 形成的是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 然后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现 形成的是限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 确定每一项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 先说第一个 就是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先说这个问题 未来现金流 有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预计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基础 你不能拍脑袋 这个拍脑袋不行的 现在我们要 讲证据 你不能随意的拍脑袋 改革开放初期 成立的一些合资经营企业 做可行性研究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里面 当然也会涉及到 说是有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现金流入的价格 很多说市场调研 有的不调研 就拍脑袋 那时候当然监管也不严格 现在不行 所以我们这里面 预计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 要有依据 企业管理层 应当在合理 合有依据的基础上 来进行估计 要有依据 都要建立在 什么 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 最近财务预算 或者预测数据之上 那现金流 未来的 你要有财务预算 当然会涉及到预算里面 有多少什么 生产产品 你可以算出的现金流入 你就知道 不能随意的 要有依据就可以了 这就是基础 第二个问题 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 应当包括的内容 未来现金流量里 都包括什么 前面大致也谈到过 一个是资产 持续使用过程中 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最简单的方式 是这项资产 生产产品了 把产品卖掉 多少多少年 每一年有多少现金流入 这个大家知道 现金流入跟收入 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某一期 奢销商品确认收入了 但没有现金流 你要奢销商品 得确认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收回时会有现金流 不是一个概念吗 第二个 为实现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现金流入 所必须的预计现金流出 这里说包括为使资产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 所发生的现金流出 当一项资产 没有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 或者没有达到预订用途 它不会产生现金流 所以你要算现金流出时 肯定把这项资产到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 或者预订用途发生的支出 作为现金流出考虑进去 当然这部分的现金流出 也会涉及到前面所谈到的买材料的支出 人工成本的支出等 肯定要考虑 所以接下来下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再建工程开发过程中的无形资产 你在确定未来现金流量时 应该要考虑再建工程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之前的现金流出 开发过程中无形资产要考虑达到预订用途 那个发生的现金流出 要把它考虑再建订 这个现金流要有 道理的也说过 只有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 或者达到预订用途 才能够产生现金流 那就得考虑进去 看一个题目 单选 2016年12月31日 甲公司某再建工程项目的账面价值为2300万元 预计至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上需投入210万 该项目以前未具体减值准备 由于市场发生了变化 甲公司于2016年年末 对该再建项目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试表明 扣除继续再建所需投入因素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为1450万 未扣除继续再建所需投入因素 预计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为1650万 那1650万没有予议 就是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流出 一定要算数 所以你在算净现金流量时 当然算现值时肯定要把它考虑进去 考虑完了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数当然是小 所以这里说没有扣除的1650这个数字 那就没有意义了 不能要 2016年12月31日 该项目的公允价值减去 相关费用后的进额1500 叫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入 那说甲公司于2016年末 对该再建工程项目应确认减值损失多少 我们怎么考虑 减值比减值 跟什么去比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进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要较高者 有效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1-50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进额是1500 所以我们简直不简直呢要跟两者的较高者 1500用什么比 在建项目这时刻的账面价值2300 那1500比2300低 800呢 800就确认着 简直损失 就这样来就确认 要清楚 我们不要说选1650 跟2300比 1650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 在建项目达到预定用途之前的支出 算未来现金流量是要考虑进去 那当然它就影响到未来现金流量限值了 那是现金流出 再看下面第三 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 处置资产所收到或支付的净现金流量 刚刚解释这个问题 那这个可能是 现金流 定的现金流 也不排除是现金流出 这样我们每一期净现金流量 那就是这一期的现金流入 扣掉这一期的现金流出 要净现金流 你想每一年每一年都算完了 然后把它折现算出现值 这就叫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甲公司管理层2016年年末批准的财务预算中 与产品W生产线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关的资料 那下面表里给了 就是让算算每一期的现金流 有关现金流量均发生于年末 各年末不存在与产品W相关的存货收入支出 据不含增加费 这里有2017 2018 2019 我们要算每一期的现金流量 净现金流量 现在说2017年 产品销售收入1000这并不代表现金流 收入可能是奢销 也可能是现销 奢销部分就没有现金流 下一项上年销售产品W产生应收账款本年收回 如果有本年收回的应收账款减少 借银行存款待应收账款会增加本期现金流 下一项本年销售产品W产生应收账款将于下一年收回 那今年的应收账款里面有的话 下一年会收回50 那就是17年 1000减50是他的现金流入 现金流入 后面 购买生产产品W的材料支付现金 那你直接支付现金了 肯定是现金流出 以现金支付职工新出200万也是现金流出 其他现金流出 那也是现金流出 因此我们要算2017年的现金流 现金流入是1000减50 而现金流出总数是500加200加120 就把净现金流算出来 再看18年的 那18年算现金流时 销售收入900 上一年应收账款本年收回要加上增加本期现金流 本年的应收账款没有收到的80 那将于下一年收回 那你要把它减去 也就是说18年的现金流入是900加50减80 现金流出的这几项都是 购买材料支付的450 现金支付职工新出19 其他的110 那现金流出也算出来了 19年销售收入800 上一年应收账款收回80把它加上 那本年销售的没有涉及下运收回的问题 19年现金流入是800加80 再看现金流出 购买材料的400 职工薪酬150 其他现金90 这是现金流出 我们要注意最后19年 处置生产线净现金流入50 那是一个现金流入 所以还要把它加上 就这样来进行计算 经过计算 2017年现金的净流量 净现金流量是130 18年净现金流量120 19年的是290 这是计算 我刚刚已经都说过 第三个问题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 那考虑什么因素 就怎么来确定未来现金流量 那前面说了 不能说未来现金流量就拍脑袋 可信研究的时候 那时候拍脑袋 一看净现值不够 负的不行 把售价再加10% 算完之后净现值正了 但是还要进行敏感测试 比如这个上升多少 那个上升多少 还不够 再加5% 现在不行 我们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第一个 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因为是对现有资产看简直不简直 一定是以当前的状况 你不能说 以后我会对资产改良 那改良之后的现金流没有意义 只看现在已有的资产或资产都简直不简直 当然是当前状况 我们看一下提示 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 尚未做出承诺的出口事件 或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你没有做出承诺的 不要去管 没有做出承诺的 那在资产价值里面也不会喊它 但是要是已经做出承诺的 要算数 比如说在固定资产部分谈到购 我们把气质费用限制既固定资产 那已经做出成功 核电站核设施只用气满时 我们要进行气质 要发生一些支出 那是已经做出承诺 已经做出承诺 你看价值在资产里都有了 那你未来现金流的时候 当然要考虑吗 比如说未来多少年之后 发生气质的现金流肯定要考虑 但没有做出承诺 资产价值里没有 与资产没关 不要去考虑 然后再说 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那不是属于资产当先状况 一项资产你改良之后 有多少现金流 算出未来现金流量 当然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不是对改良之后的资产看的简直不简直 是对现在的资产简直不简直 对的问题 第二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和所得税收复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不要管 我们不是说对一个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说这项目该不该上马 如果是项目的话 钱怎么来 投多少 借多少 那你肯定要考虑筹资活动 现在要做的是对一项资产现有的资产 看它简直不简直 那与筹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还有所得是收复 我们谈的现金流是一个蓄钱 而现在基本上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则 所以不考虑所得是收复的问题 第三 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 应当和折现率相一致 就是说你通货膨胀 折现率考虑了 那你未来现金流量也要考虑 就这两个要一样 这在供应价值时 大家也会看到 那当你未来现金流里面 假如这个数比较大 因为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那你折现率那边的数呢 就要高一些 这样折完之后的数 就比较正常 如果你这边没有考虑通货膨胀 就是现金流会小 那你那边的折现率 也相当于用的数字就要少 你折完之后才相当 所以这两要一致 然后涉及内部转移价格的需要做调整 内部的价不效 我们真正算现值时 或者对资产简直不简直 用的这个现液流或者的价格 应该是市场价 那如果说 内部价调整不了市场价的话 这项资产肯定不能单独简直测试 能调调整市场价之后 可以没问题 这就是涉及内部转移价格的 需要做调整 就那么几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15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减值的表述中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事 固定资产减值 就是资产减值准则里面规范 A 预计固定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 应当考虑与所得税收复相关的现金流 我们说不考虑 资产减值这一部分 未来现金流量是不考虑所得税收复 我们处理是用的是税前的 B 固定资产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高于其账面价值 但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低于其账面价值 应当计题减值 行吗 肯定不行 因为可收回金额跟账面价值距离 可收回金额是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较高者 那你既然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已经比账面价值高了 所以不会提减值 C 在确定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限制时 应当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 与改良有关的预计现金流量的影响 那不行 说的是以资产当前状况为基础来确定 未来改良不应该考虑 不行 D 单项固定资产本身的可收回金额 难以有效估计的 应当以其所在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可收回金额 以单项确定不了 那就是资产组 这个资产组的后面会讲 所以最后的选项呢 是D 10年考试的一个单选题 企业在计量资产可收回金额时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事 就给您的事项 先说不属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A 为维持资产正常运转发生的现金流出 那肯定是现金流 你有现金流入正常运转发生现金流出 预计未来现金流当然要考虑 要有 B 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 当然也要算数了 你算未来现金流量 正常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肯定都有啊 C 未来年度 为改良资产发生的现金流出 这个就不行 要以资产当前状况为基础 这个不行 所以他呢就不属于啊 再看B 未来年度 因实施以承诺重组 减少了现金流出 那这个呢 属于啊 已经做出承诺的算 没有做出承诺的不算 刚刚说过这个问题 所以承诺这一块你要注意区分 到底说的是已承诺 还有是未承诺 那这个选项C 是正确的选项 再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 固定资产 显示测试时 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 不应该考虑的因素有 这里说 不应考虑的因素 但与所得税收付 有关的现金流量 我们前面谈到不应该考虑 B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或现金流出 这也不应该考虑 是对现在资产的 不是对这个项目 与筹则没关系 C 尚未做出承诺的冲组 事项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尚未做出承诺的不考虑 D 与已做出承诺的出诺 事项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那这个 要考虑 所以ABC 是正确 那这节课谈的内容 一个是说 什么样的资产 在年度中疗 必须简直测试要清楚 使用上面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尚未达到预计用途的无形资产 然后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内容 就是资产未来现金流量预计时 应该考虑什么因素 以重点关注这两个地方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